现在美国除了有零元购以外 还有奇葩的零元住 总有那么一些人 看到别人家的房子空着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搬进去住 即使房东来了 他们也霸占着房子不让 甚至还会宣示对房屋的所有权 你说弃人不弃人 今天的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中 有一位房东拨打了报警电话 说他的房子有一段时间空置了 今天过来一看 却被别人给霸占了 甚至还不肯让出来 非常的嚣张 警察接警后很快就找到了这座房屋 但是里面的人已经离开了 不过不久之后 这位霸占人家房屋的女士过来了 并且大喊她住在这里 任何人无权赶她走 我们先来看看执法纪录仪的画面 I want to press charges because I paid somebody to stay here That's your problem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30 days Put it in the strip Stop Listen to me Listen no honey You listen to me because you know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30 days Almost 30 days Stop Are you starting? You got me f***ed up You're not gonna come here and do this Ma'am All right And I told you See I'm a self-representant You see what I mean? So I will take your ass to court Listen to me Get your stuff and get out I'm not getting my stuff And I'm not going anywhere 现在女士拒绝离开房屋 她说已经霸占这所房屋有30天了 而且是花钱找别人帮忙过来住的 她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2024年7月1日之前 佛罗里达州有这样一条法律 未经许可私自占用空置房屋的个人 可以在连续居住30天后 主张自己的权利 这意味着擅自占地者 可以有效地与房东建立 房东与租户的关系 一旦擅自占地者获得租户的身份 那么房东如果想把人赶走 只能通过明示驱逐程序合法的驱逐 这就延长了纠纷的解决时间 并给房东带来极大的挫败感 这是说的一个30天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逆权侵占的概念 佛罗里达州的规定是 擅自占地者连续占用7年 并且正常缴纳财产税 那么他就可以申请对房屋的所有权 这是30天与7年的区别 一个是租户性质的居住权 一个是对房屋的所有权 对于霸占控制房屋这件事情 美国各州乃至其他国家 规定都是不同的 有很多网友会说 某个国家如果有人霸占控制房屋多长时间 那么房屋就是他的了 其实这样说是非常不准确的 每个地方的规定不一样 就像佛罗里达州 你霸占了30天只能说明你跟房东建立了租赁关系 并不是说房屋就是你的了 而且这种事情是自己主张 到时候怎么判 还是要看法官的 不是说只要你霸占了 那么你一定就能获得相应的权利 结果还是在于法官的判定 这种事情挺复杂的 说来话长 我们放在最后再说 现在先来说说今天的这位女士 他认为强行霸占就可以获得房屋的居住权 其实他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他在这里的时间根本没有30天 上次6月6日的时候 房东来过 房子是空的 今天18号才发现女士霸占了这里 据警察所说 这位女士前段时间刚被从监狱里放出来 可能刚出狱就占了这座房屋 第二个问题 女士把房屋的窗户和门给砸了 毁坏了财物 这根本就不是私自占地 而是非法侵入和盗窃 这都属于刑事犯罪 第三个问题 女士认为只要强行霸占30天 就一定可以获得居住权 其实这是错误的 当然他根本没霸占到30天 最终还是要看法官怎么判 你想想 如果人家房东出去度假一个月 回来之后 法官直接把房子判给别人住了 天理何在 所以有时候私自占地并不合法 也有可能是非法侵入 接下来警察直接将女士给逮捕了 I hear you stand right there I don't you dare come up here you hear me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Stop it I can't wait PLEASE Stop PLEASE 你是 são被 arresting to BAN I'm cool Listen to me I am trespassing on private property you refuse to leave you be arrested for resisting without violence of trespassing stop stop it you're going to jail stop it BRENDY PLEEEE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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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T OFF ME I CAN'T BREATHE Y CAN'T BREATHE Y YOU'RE ON YOUR SIDE izin Y'VE ON YOUR SIDE Y'VE AN OPEN AIRWAY I'VE GOT AN OPEN AIRWAY Y'VE GOT AN OPEN AIRWAY Ten on South journal square 1333 好, stand up. We're going to jail Stop it Oh my pit 小姐,你拒絕了 你不在乎 我跟她拒絕了 你請了 你寫的方法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那不是 我还把你做的 你不知道 我还要做你 你还要做的 我还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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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批評是在那裡頭的 謝謝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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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go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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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想听你 if. 我来判枪 是 要给你 不 dafür 是你打算見我 不是我 不放在前面 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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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们在这个 但我们不能把手放进去 我出现 awful 我把她冤了 所以现在她不敢让我 我打算 她是 我看她 我认为她 我认为她 以我 能担启 可是 我 她 到了监狱可就由不得她了 再撒泼打滚都没用 女士最后被指控非法侵入 非暴力抵抗 她刚出监狱没多长时间 就不能好好生活吗 现在又进去了 是啊 这下就可以解决住宿的问题了 我们再来说说霸占房屋这件事 佛罗里达州的政府 为什么要授予霸占房屋者的居住权 说的直白一点 政府不希望霸占者和房东之间 发生暴力冲突 如果没有支持霸占者的这条法律 那么霸占者无疑 就是非法侵入和盗窃 房东肯定就会驱逐霸占者 而且很可能是暴力驱逐 甚至都有可能掏枪给崩了 为了避免事态升级 所以佛罗里达州 才有这条不公平的法律 但是自2024年7月1日起 佛罗里达州废除了这条不公平的法律 凡是未经授权 私自占用其他房屋的 都被视为非法侵入 都属于刑事犯罪 我说的这些只是针对佛罗里达州的 希望有些朋友不要误认为 整个美国都是这样的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